但高市府怎麼回應呢 高市府反批罷韓團體 說好恐怖的仇恨 所有不合你們意的人都是壞人 都該道歉 都是十二不赦 還說社會現在經過了政治 跟疫情的雙重衝擊 已經很累了 叫罷韓團體放過台灣社會 讓大家休養生息 恢復元氣 說我們高雄市政府 可是忙著每天都在發放紓困金 希望讓大家日子過好一點 你們罷韓團體不要再亂了 到底誰說的有道理呢 好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最新進度 根據律師的說法 那麼第一次的判決是認為 這個發動的時機是太晚 第二次的判決認為 這個發動的時機太早 所以並不是對這個判決的法理 產生否定 而是時機的問題 那麼既然如此 我們就依照法官的建議 繼續在法理上面 予以交給律師專業跟事發來處理 启程跟韓國瑜市長 根本就是雙面人 兩面守法 一方面說尊重市民的罷免權 一方面請律師申請停止罷韓的緊急訴訟 韓國瑜蔑視江主席口中的 尊重民眾的權利 江主席知道這件事嗎 還是根本就是你們兩手 兩個人一起倒戲 好 先問一下這個學位 這個按照王淺秋他們的說法 你們這個要罷免的人 你們可以提罷免 我們要被罷免的人 我們就不能夠這個依法救濟 到底說的有沒有道理 高市府還批這個罷韓團體 好恐怖的仇恨 你看我們市府每天都 這個忙著幫人家紓困 結果你們叫罷韓團體放過台灣社會 你怎麼看他們的說法 其實我對王淺秋 過去以前媒體同業 我真的是覺得 真的是開了眼界 我從來不知道他是這樣的個性 我就跟你講說 你可以提訴訟 絕對沒問題 那問題是我就一直在覺得說 你韓國瑜到底 你心頭裡有聽不懂 你到底現在要冷處理 還是熱對抗 你總要讓有一個號召 你是主帥 你今天是人家要罷免的是韓國瑜 不是其他人 我以前一直講說 韓國瑜最大的問題 除了他自己沒有定見之外 他旁邊出了一堆很奇奇怪怪的人 對不對 十歲九腳蹭 大家說的都不一樣 到底是要聽誰 對不對 你自己要搞清楚 所以就跟你講 他現在是重判親離 像傅昆琦就跟他講說 我不陪你玩 不只傅昆琦不陪你玩 他這次罷韓的活動 你說之前的那些挺韓大將有沒有 那個打老虎的虎哥 對不對 對齁 都不見了 長腿妹的那個許書娃 包括謝龍介 對不對 那招在台上發最大聲的 譬如說當然我們祈求 彪哥能夠平平安安 因為他剛換竿這樣 那我覺得其他人 對不對 你好好小好小的人 有時候這次罷韓都沒聽到你們的聲音 我就跟你講說速導福孫善 你看最大的問題就是你今天 你沒有一個心頭 有一個定見 沒有一個主意 所以跟在你旁邊的人 我現在看起來是國民黨是冷處理 可是高雄市政府這些人有沒有 屬於不管是前或現任的 他們是屬於要熱對抗的 看得出來嘛 否則汪錢就怎麼講這個 當然你今天提訴訟我沒有問題啊 當然你提訴訟是你的公民權利啊 你任何的時候人家要罷免你 你當然也可以運用各種手法沒有錯 可是你提就提了 你廢話那麼多幹什麼 對不對 還在什麼寫歷史 還在什麼不是徵輸贏 是留下歷史紀錄 我跟你講韓國瑜 歷史紀錄還不夠多嗎 對不對 從2018年到現在的話 他可以寫下多少歷史啊 我跟你講你如果他分段來看的話 還可以寫好幾本論文 我就跟你講說你今天 真的不是輸贏 那你真的是什麼你告訴我 對不對 所以你的假借歷史紀錄 說什麼不是輸贏 你講這種話就是不甘願 你就是跟很多大多數的韓粉一樣 輸不甘願嘛 要拔壞叫嘛對不對 那你今天講這種話 有沒有幫助 一點幫助也沒有嘛 你今天提這個訴訟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今天提這個訴訟對不對 之前是針對罷韓團體 要停止罷韓行動 現在又針對中選會 你要暫時執行 那我告訴你 你這個動作是多餘的啦 金本不會過嘛 那你不會過你如果要提出來 你如果要拖延想說做最後的困 那個什麼 掙扎 對求生掙扎的話 那你就困時掙扎 那就隨便你 問題是你不用在火上加油 對不對 像在這次你看 下個禮拜一 高雄市議會開始 你就要直球對決了對不對 好啦 那我覺得韓國瑜最近的表現 說實在人家說他很乖 我覺得他不錯啊 他今天去看到那麼多黃絲帶對不對 他現在視而不見啊 也沒有皮皮剃 氣得破不條啊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 就是他之前預告的叫做 究竟內盤 而且我今天真的發現 他其實是可以忍的 對啊 他當然可以忍嘛 那麼否則究竟內盤對不對 有這麼厲害 可是問題是你異語不發對不對 那你接下來 這款難看的又衰民的 不知道要持續多久 而且你下個禮拜進議會之後 這才是對決的開始嘛 人家開始把問題拿出來 那你能夠忍多久 真的 那不是忍不忍的問題 照這個節骨眼 已經不是說你忍得住忍不住 是說你今天能夠接到這些直球 投過來的球對不對 不管你是什麼曲球 什麼變化球 什麼紙叉球 你能夠接住幾顆 對不對 你今天人家投出來 當然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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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你打得到嗎 對 這個才是重點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之前 像今天有個很好笑的事情 我一直講說你真的是荒廢市政 荒廢到極致你知道嗎 你上台 上高雄市場一年五個多月了嘛 對 那你上台之後 今天那個什麼打狗 怎麼更民一百週年有沒有 他不是弄的那個影片 你看從頭到尾 沒有你韓國瑜的政績 對不對 你再把那些什麼清淤 鹿瓶 什麼水溝青 還有什麼鹿燈亮的 你再把它拿出來看政績看看 你要怎麼拍 他影片裡面全部都前朝的政績 沒有他的 因為你不用看影片 你只要用想的 你高雄市長韓國瑜 到底在高雄市留下了什麼 你剪裁或者是什麼 有沒有提字 什麼東西建築 你想有沒有 真的清淤的這些拿出來 跟前朝比一比能看嗎 對啊 我就跟你講說 影片還真不能放 你放這種袋子 人家以為是在競選里長 里長辦公室在放的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不要把自己做小了 我之前一直在常常講說 你把自己做小了對不對 你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韓國瑜這個團隊 到目前為止 這個對罷韓真的只能防守 而且防守也就算了 你是招架無力你知道嗎 真的是困獸之鬥 你看整個罷韓團體 創意一直出來 現在什麼競選 罷免小物 還有什麼氣球 投影 現在還要演習 做得比市政府還好 那你市政府只能用一些保守 像市警局長 我覺得市警局長真的要被檢討 那個李翁過對不對 你真的是從頭到尾 你就站在韓國瑜這邊 你警察是國家警察 對不對 你今天好我今天發東西 你今天如果真的違規 今天如果造成交通混亂的話 警察就兩個工作嘛 自然跟交通嘛 那現場如果自然自老的話 你當然要取締啊 那如果交通不順暢 你當然要疏導啊 那問題是你去趕這些人幹什麼 你還要開罰嗎 社會秩序維護罰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要舉牌抗議 立即解散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不要做到太難看 我就跟你講說 接二連三 我常常一直在講說 大家一直講說李萊希 他那個實在是沒有人性 我們就不用談 所以我們壓垮罰含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就跟你講說 那個只是稻草 不足輕重 這種人說真的 說的都假說的 只是激起人家的義憤 對不對 那問題是我跟你講 這裡面團體裡面接下來 還有很多啞鈴跟槓鈴嘛 那才會跌西駱駝 對不對 對 那個鍾小平不是常講說 什麼 受死駱駝比馬大 對啊 比馬大 絕對不是9.2% 所以問題是你看 這麼多的槓鈴跟啞鈴 壓在駱駝身上 這駱駝也爬不到 所以就跟你講說 像你看 王淺秋講的這句話 對不對 還有這些很多 很多他的這個 這個市府團隊 包括鄭兆欣 你出來講 你這要不要想一下 其實我覺得說 你出來應對媒體 對很多事情的談話的話 你可以思考嘛 對不對 你說好恐怖的仇恨 你又把這個仇恨的總級 加在這個上面 對 罷韓不叫仇恨 是一種選擇嘛 對不對 當初挑起仇恨的是誰 你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一直呼籲說 你不要讓人民對立 不要讓人民仇恨 現在反撲的力道在你身上啊 我上個禮拜也講 這叫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 那你現在承受這個反作用力的話怎麼辦 你看現在今天又有很多人要講 韓國瑜說現在高雄有很多的影刺蟲 影刺蟲不能拍喔 拍了你的手會爛掉 對皮膚會爛掉耶 那你看 你站在我如果站在韓國 我都可以私底下都知道 韓國瑜的OS是什麼 慘嘛這是什麼東西 對對對 去年登革熱剛發生的時候 他也搞不懂什麼叫登革熱啊 爬樹有沒有 對啊 所以現在影刺蟲又來了 他也不知道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韓國瑜 你真的要把心裡面的定見拿出來 畢竟你今天是主帥 你現在號令你的人要有一個侍從 要和要戰 這個時候你要想清楚 如果想不清楚 就聽我的建議 就遲掉嘛 對不對 反正你今天整張留得青山 再不怕沒財燒啊 你可以轉進啊 對不對 國民黨都可以從大陸轉進到台灣來了 你為什麼不能轉進來台北 所以就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有一些想法 轉進台北 我就跟你講 現在用一種 現在有人講說天庭暗沉對不對 說韓國瑜最近天庭暗沉 所以這個罷免一定過 不過你真的 我說實在 把去年他選總統 你看 一顆兒頭 弄空力 現在真的看起來有皺紋 還有很多那個 暗暗的 對啊 這個不知道是因為修圖修得好 反正你看光芒就不一樣 他去年站在台上也是投資量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男生就是要天庭 你看 以前阿伯的時候 你看 走到哪裡 孫總統的時候 額頭發亮 真的是額頭發亮 那時候好多人在討論 我還想說你是不是天天都擦油 問題是他臉也是發亮 光晃四射 你看到後來你看他眼神也潰散 額頭那個光也不見 手也抖了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手抖是以後的事情 不過韓國瑜現在也暗了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真的 韓國瑜真的不要做困獸之鬥 這個從真的 我就一直在講 很多人還在講說 罷免的票怎麼算怎麼算 2018年市場選舉 陳其邁輸給韓國瑜那一次 本來高雄綠就大於藍 對不對 陳其邁那個時候輸給韓國瑜 他還有74萬票 這次罷韓只要投贊成票 只要多少 我是70423票 那你覺得這個比較起來 這個差距有多大 你只要當初投陳其邁的人 覺得如果像韓粉一樣 我輸了我不甘願 不甘願我怕 還要一定要出來投票 我就跟你講光這些人投 我不希望說像小英那時候109萬票 可是你至少那個陳其邁那時候 15個投給陳其邁的那些人出來投 還有再加上一堆 當初投給韓國瑜現在後悔的 再出來投 你加上五十九萬票很困難嘛 五十七萬票又很困難嘛 所以這個數學很簡單 只不過當然啦 罷韓團體 他當然要盡量把票催高嘛 那現在已經不是過不過的問題 只是說票數能夠到哪裡 那我真的希望韓國瑜 你最後一次希望 你如果讓不要輸的那麼難看 禮拜一進議會的時候 大家都等著看你的表現 好